所以在今天 我們要請教韻亮 政哥 這個顯卡的相關的族群 還有一些相關的個股 其實都也因為悟空效應 被整個帶動起來 對 其實整個顯卡族群 大家可以知道 今年真的是非常非常低迷 在這個遊戲之前 大家看到顯卡 都覺得說要挖礦 挖礦來講 現在比特幣越來越難挖了 所以這個行業 現在遇到悟空 正是久漢逢甘霖 這個現象 大家討論說 到底是短期的 還是中長期的一個 轉好的現象 我個人認為 短期它一定有這個激烈的作用 以中長期來講的話 代表這個整個產業族群 遇到一個新的發展 因為各位要知道 悟空這款遊戲 它不是只是結束而已 它是一個開始 因為未來很多的AI 結合技術情況之下 這種3A大作的遊戲 會越來越多 各位要知道 什麼叫做3A遊戲 3A遊戲就是 花費8000到1.5億美元之間的 製作成本叫做3A 2A就落在2000萬美元而已 所以3A遊戲 它的製造成本比較貴 以前來講的話 中國幾乎沒有這種3A遊戲 可以賣得很好 為什麼 因為有一種說法說 中國政府在限制 他們的發展 這一次為什麼可以橫空出世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中國經濟悶很久了 所以難得有一款遊戲 可以賣那麼好的情況之下 現在連中國官媒都開綠燈 所以顯卡的商機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顯卡相關的概念股 你可以發現到 我大概分三個族群 第一個是比較高價的 像維新 技嘉 華琴 這個來講股價比較高一點 都100多塊 那你可以發現 其實上半年獲利都還不錯 主要是什麼 主要是他們有跨入到 所謂的AI伺服器 其他沒跨入到 像漢遜 清雲 立台 你會發現這個中價位族群 大概70塊到100塊之間的 你會發現 他獲利就沒那麼好了 但是這三檔股票來比較的話 你會發現清雲是有賺錢的 所以你就會發現 今天這三檔股票裡面 這個比較中價位一點的 清雲股價還在鎖漲停 但其他兩家 他就漲不太動了 立台 漢遜 因為都賠錢 你再往低價位的三檔去找的話 你會發現就是印太 承啟跟威劍 今天來講的話 印太跟承啟 這個都漲上來 大家比較不了解說 威劍他其實 也是跟顯卡有關係 威劍他雖然是 所謂的通路代理商 但是他其中有20%的營收 是來自AMD 那AMD來講的話 他其實AI伺服器的吃戰率並不高 那大部分是來自於顯卡的部分 所以他等於說 也算是有一些 顯卡相關收入的一些概念股 只是他被歸雷雷通路股的部分 當然你可以比較就是說 他目前的獲利上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上半年1.24 其實還不錯 本益比其實算是最低的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我覺得威劍應該會有機會 那裡面最強的 應該會落在城企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知道 這個中國大陸有一家 這個硬體銷售公司 顯卡銷售公司 叫做七彩虹 七彩虹他這一次推出了什麼 獨家悟空聯名款的顯卡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背面 有這個悟空的形態 然後他這個風扇部分 在轉的時候 你看他會發光 好像那個金箍棒那邊旋轉一樣 對 好 這個有噱頭 據說來講的話 也賣得很好 所以台灣的這個代理商 台灣的這個製造商是誰 其實就是城企 就城企幫七彩虹 做這個顯卡的部分 所以你看城企的股價 有沒有注意到 他的一個形態最強 他是連續兩天 用跳空漲停的方式 做個強攻 那我個人認為 在這個效應發酵的情況之下 他應該會漲到 3到5根漲停都可能 所以後續來講 還有一些補漲空間 因為他位階夠低 然後威劍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威劍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一次大家 有沒有發現到 他這一次是跟 這個黑悟空的這個遊戲團隊 他是跟哪一家 顯卡公司做合作 大家都以為是這個回答 其實不是 你去超微的官網去看 AMD官網去看 AMD官網就講說 這一次其實他們研究團隊 是跟超微的顯卡做合作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趙文勇是什麼 黑神話的技術總監 他就幫AMD背書了兩句話 他說目前AMD的顯卡 對不對 已經滿足我們在製造遊戲過程 的計算能力 所以我們會首先優先考慮使用他 甚至他會向同行推薦什麼 AMD的顯卡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 揮達其實這個顯卡 剛剛推出來 這個悟空遊戲剛剛推出來的時候 他還在網路上 做了一個補丁包 為什麼 因為你剛開始玩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揮達的顯卡 沒有辦法把悟空的這個畫面 完全顯示出來 他是透過下載的方式去 讓他有更明顯的一個顯示效果 其實原因在哪裡 原因在說他們這個團隊在開發的時候 是用什麼 是用超微的這個相關的顯卡 那現在來講的話 市占率來看的話 揮達的這個遊戲顯卡 市占率是88% 超微來講的話 是多少12%左右 那你如果88%成長到96% 這大概比例很低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超微透過這一次的機會 他把這個12%的市占率 往上提高到20% 甚至24%來講的話 他成長多少 成長一倍 所以這空間 想像空間就比較大 所以相關概念股來講的話 我覺得威建應該會有機會 而且威建也相對的低 我覺得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還沒有完全反映到 後續來講 應該還是可以做個追蹤 那除了顯卡之外 剛剛印量有特別提到 就是這可能不是一個 這只是剛開始而已 他接下來的話 可能會有更多類似 這樣的一個遊戲推出 所以顯卡的話 不是一個短線的題材 當然除了顯卡之外 有沒有可能再蔓延到 其他的族群 因為你玩遊戲 你可能會玩很久 有沒有散熱方面的問題 記憶體的部分 是不是也要加強一下 還有電源供應器 對 沒有錯 因為因為組裝過電腦的人都知道 你不可能就升級了一個顯卡 然後散熱什麼都停留在 原始時代 不太可能 所以後面來講的話 就顯卡漲了一段之後 散熱他其實是有機會跟上的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其實三三二四的雙紅 尾盤稍微有一些買盤進來 有點在墊高 其實他就有這個味道 資金會不會擴散 你就可以慢慢觀察 散熱這個族群 那這個族群來講的話 我大概抓了四籃股票 雙紅 齊紅 泰塑跟勵志 那你會發現 其實本益比來看的話 雙紅跟齊紅 至少大概三十倍以上 那這個來講的話 目前本益比你會覺得 比較高一點 所以你往比較低的去找20倍左右 附近來講的話 有什麼 有泰塑跟勵志 那裡面來講的話 我覺得勵志的部分 是可以做注意的 為什麼 因為在整個PC四占率 散熱的部分來講的話 他是佔了大概四成左右 那現階段這個悟空這款遊戲 大部分應該是用電競筆電在玩 電競筆電來玩的話 他電競筆電的散熱大概佔了五成 所以位階還算低 我覺得這個地方 是有機會做突圍的 然後再來記憶體的部分 記憶體接下來 在整個這款遊戲升級的情況下 DDR5的需求 他會被看到 DDR5來講的話 裡面我們去找 佔整個目前低潤營收比重 DDR5佔近六成的是誰 是四九六七的十全 所以你會發現 當這個題材發酵的時候 十全昨天是大漲的 那今天來講到股價 也稍微往上墊高 所以我覺得在記憶體來講的話 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十全 未來你就觀察 如果顯卡繼續漲 那資金擴散出來 散熱跟記憶體 我覺得後續來講 都會有機會 好 剛剛我們看到 說到這個一隻猴子 可以就整個PC產業 除了剛剛提到的顯卡之外 還包括散熱族群 記憶體 甚至是電源供應器 接下來都可以做留意